农历的正月初一是弥勒菩萨圣诞 在这样的吉祥日供灯 诵经 广行善举 福会增长 正月初一是弥勒菩萨圣诞 佛经记载 弥勒菩萨从佛受祭 将继承释迦摩尼佛之佛位为未来佛 佛地旨于此殊胜吉祥之日 供灯上香 诵经持戒吃素 广行善举 则福会增长 功德无量 那因为过年 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 因为正月初一是弥勒当年下征明乐尊佛的圣诞 接着明乐菩萨的随喜法门 欢喜法门 明乐菩萨能够大度能容天下一切的事情 然后能够解开一切的忧愁 那明乐菩萨让我们有新的希望 在这一年我们有点灯 然后还有切佛法会 希望三心大德能够回来走春 然后佛光驻照 大家能够安详 和乐 平安 健康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福会 都能够增长 然后能够身心安乐 一切的部位远离 那在虎年这一年 希望大家都能够福福生风 然后处世无畏 福地无畏 阿弥陀佛 在佛教大菩萨之中 弥勒菩萨代表大慈 就是给予人们欢乐 而观世音菩萨象征大悲 就是可以救苦救难 因此弥勒菩萨还有一个名称 就是慈世菩萨 以修慈悲心闻名 能令一切世间不断佛种 史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